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台积电每隔三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衰退。 有时,这种衰退涉及收入下降,并且总是与以12英寸晶圆当量逐年下降有关。 有时,当情况真的很糟糕时,下降不仅是按年计算的,而且是按顺序计算的。 2008年末和2009年初,大衰退来袭时就是这种情况。 2015年下半年的两个季度再次如此,2018年末和2019年上半年再次如此。 其中一些与个人电脑和手机市场的变迁部分与制造工艺转型有关。 奇怪的是,当大流行在2020年初期来,并伴随他们两年多时,并没有出现衰退,而是对智慧手机、个人电脑和高阶处理器的需求、伺服器的需求如此之高。 以至于台积电刚刚度过了所有这些经济不确定性,并在他们转向在家工作时,满足了这一巨大的需求浪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流行现在已基本得到控制,而台积电正艰难地保持其晶圆厂在其领先优势和成熟的晶片制造工艺上全速运转。 这是在晶片短缺的维生。 由于台积电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晶片代工厂,所有人都必须问的问题是,这种衰退是否是一个滞后指标。 这意味着它真的只是公司去年购买过多供应并需要消耗产能的一种表现,或者是一个领先指标。 这意味着它预测IT市场和全球经济将面临一些艰难时期。 台积电放缓与全球经济放缓之间的时间安排很有趣。 乍看之下,台积电有时领先,有时落后。 台积电五月公告,四月合并营收1479亿元,月增1.7%,终止连续两个月下滑走势。 不过,前四月合并营收年减1.1%,今年以来累计营收较去年同期转为衰退,为今年度业绩表现恐较去年度下滑,终止连续多年成长态势,提前敲响警钟。 另外,台积电四月合并营收较去年同期衰退14.3%,由于经济前景不佳,与IC设计产业库存调整比预期长,加上中国解封后终端需求复苏脚步也低于预期,台积电先前已下修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预测。 台积电先前语法说会上提到,晶圆厂半导体库存调整所需要的时间将较之前预期更长,可能持续到第三季才会重新平衡到更健康的水准。 展望2023年,台积电下修对全球半导体市场不含记忆体预估值,至年减中个位数百分比4%至6%,晶圆制造产业则下修为年减高个位数百分比7%至9%。 由此可见,台积电也难逃冲击,全年美元计价营收由原估计的较去年小幅成长,下修为年衰退低至中个位数百分比。 截至3月的2023年第一季度,台积电的销售额为167.2亿美元,下降4.8%,与前四个季度的36.1%,36.3%,35.9%和26.7%的增长形成鲜明对比。 净收入比前几个季度增长更快,但在2023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6.3%至68亿美元,占收入的40.7%。 这仍然是惊人的,比台积电过去五年设定的平均盈利水平高出三个百分点。尽管晶圆衰退,是真实存在的。 2022年第四季度,台积电12英寸晶圆当量开工量创历史新高397万片。 2023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0.6%至370万片。 更令人不安的是,降幅高达6.8%。 2022年第四季度,连续下降12.8%。 2023年第一季度,又连续下降。 不过,好在每片晶圆的平均收入方面, 2018年至2021年,每片晶圆的平均收入为3623美元。 但在2022年第四季度,达到历史峰值5384美元。 这些背景资料可以说明趋势,并且一直在逐渐上升。 原因当然是,台积电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运算引擎代工厂。 对公司造成如此严重伤害的,是智慧手机销量和PC晶片销量的快速下滑。 相比之下,台积电财务报告中列出的物联网、汽车、数位消费电子和其他领域, 在2023年第一季度仅占收入的22%。 有趣的是,HPC领域的收入增长了2.1%销售额为73.6亿美元。 手机晶片制造收入下降了19.1%。 他们认为,如果忽略PC晶片,那么即使经济有点动荡, 数据中心的晶片制造仍可能保持强劲势头。 但主要考虑的是,台积电晶圆厂的利用率在下降, 这对晶片带工厂来说总是不利的, 其需要以最大利用率运行才能产生利润。 同时,其电力成本在今年上涨了15%。 2022年下半年开始上涨17%, 从今年开始上涨17%。 基于3奈米的N3工艺的升级,将晶圆厂扩展到美国, 这有点像一场噩梦,而且普遍的通膨也在打击利润。 台积电2023年技术论坛台湾厂次5月如期登场,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幽默开讲。 他说,半导体成为大流行蔓延以来, 人类生活得以延续的关键, 而摩尔定律的真正精髓, 在效能提升与成本不能太高。 回顾过去全球大事对半导体产业影响, 魏哲嘉说,远方东欧冲突确实影响了半导体的成本, 台积电购买奶气的成本也拉升6倍, 但在座各位老板不要紧张担心他们要涨价, 他们是很努力地管理来控制成本。 考虑到所有这些,台积电需要削减一些成本, 而且它将从资本支出预算中拿出来, 目前预计在320亿美元至360亿美元之间。 台积电重申, 今年正在加速N3制程节点, 可承载的产能将在2023年充分利用, 将在今年第三季贡献营收, 占晶圆产量的中个位数百分比。 2023年, 由HPC和智慧手机细分市场驱动, 精细化的N3E工艺定于今年下半年量产, N3和N3E的流片量是N5节点的5奈米工艺开发周期同期水平的两倍多。 一向对自家良率展现信心的魏哲家, 再度表示良率良好。 并指出, 客户对300米的需求超过台积电供应能力, 预期该制程2023年将达到全面利用, 并从2023年第三季开始贡献大幅营收, 预计将占台积电2023年晶圆营收的中个位数4%至6%。 3奈米延伸家族的N3E制程, 已通过验证并达成效能与良率目标, 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量产。 3奈米家族量产的第一年和第二年, 产品设计定案数量将是5奈米的两倍以上。 总的来说, 最近的季度营收是台积电连续11季成长之后, 首次负成长, 也是台积电连续11季线上发说之后, 经营团队也算是宣告大流行时代的终结。 外资多所询问, ChatGPT带来的四伏器商机, 是不是有带动AI人工智慧晶片商机? 魏哲家表示, 目前来看, AI晶片多采用先进制程7奈米以下, 现在可以看到1.1点的探寻与订单, 整体趋势对它们来说是正面的, 但是究竟能贡献多少? 现在说实在太早。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